Hello 我是Tonic的恆仔 如果要知道2014做的什麼 就要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基本上的生活息息相關 我把我所有拍的東西、想的東西、作的東西、讀的東西 都放上去 首先說Tonic 拍了通力合作社 2014年拍了五集 中間停了音樂 我們搞了一個大學的school tour 今年會拍的 大家想要什麼嘉賓上來 就記住說 MV 當初那時候放第一個Tonic的MV 上YouTube 其實只不過是 我拍了一個MV 那我一定要讓人知道 所以我就放上YouTube MV是心血結晶來的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裡面的MV 今年拍了一個 就是誰知道 還有Tonic的Live 我們出了DMedia 我現在開了一個Paylist 叫做導演演員 那這些就是 Paylist Kenny 我裡面開了一個Paylist 叫做 導演演員 裡面有很多我和不同的Creator 合作的一些短片 也都有一個遊樂人間的Playlist 有些肯仔油 八明仔 姜領和小花 弄了一個叫做 異想兵團 外表很聰明 他內裡也挺有型 他對他的片 有一個絕對的堅持 是沒有人可以動到的 這個是我非常非常地欣賞的地方 姜領呢 越來越沉默了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長大了呢 他也是挑戰一些觀眾的視覺和聽覺 也同時挑戰自己 延遲 腦子轉得很快很快的人 尤其是在一些色情的詞上 過度活躍症的女生 失控的 瘋馬 想到就做 不想後果 這也是他吸引原因 他不是特別漂亮 身材不是特別好 但他就是有一個 哈哈哈哈 他就是 他就是有一個引力 他真的有一個引力 是令到別人好像有一個方向 跟著他一起走 跟他一起去追夢的力量 但他真的不漂亮 他就很想走 還有這些青江明目呢 其實就是姜領叫我放在這裡 因為他有幾傷在家裡 他就叫我多多支持 講開他們呢 2014年想不到自己會做到的 製作了一個香港創作者 新秀戰 2014年我經常都說了全港創作者 那跟他們三個人一起去玩 然後跟很多不同的Youtuber 一起去經歷了十個禮拜的過程 就贏了一個 Youtube年度最佳網絡節目的大將 多謝Google 多謝Youtube 多謝所有參與了這個節目的創作者 嗯 看看今年會不會再做 跟著呢 就是一個音樂的playlist 那這個playlist裡面呢 有一些彈琴的cover 一些自己的歌 那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就是一些不可告人的playlist 我是不會告訴你 因為我隱藏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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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他不要出 這個只有這個電話才看到的 一個playlist 一些健身的片段 其實我是很想練大隻 今年年尾的確是肥了很多 做事很辛苦就會自然想吃很多東西 沒有東西做又很悶 就會又想吃很多東西 做事的量剛剛好的話 應該要吃點東西 希望今年練得一個比較健碩一點的身形 又有銀礦沙發發發發發發發 銀礦灣沙灘音樂節 哈哈哈哈 其實夏天的時候 在一個沙灘那裏同樣的表演 哦 夏天終於殺到你 又何以任赤柱急避見你 接下來2015年呢 我希望可以再出多一隻碟 再搞一次演唱會 都有多一些crossover 不同的合作 拍多一些好片 其實今年拍了很多 真的有一條4K和明仔拍的 有一個辦劉德華和姜領拍 小花也都拍了 剛剛拍這個幾深印象 走山上去一個古堡 我很記得他說很近 或者走幾步就到了 那條路是很崎嶇的 最重要的是 我很希望再踏足電影 在電影的創作裏面 我做過編劇 《水軍柴靚》就是 那時候在寫劇本的時候 因為沉醉了在那個 過年的氣氛裡面 在開來做寫出來的 我很記得 還有寫過一隻 叫開心魔法的主題曲 開心魔法就是開心魔法的主題曲 是Rap的 不用 然後我Rap完之後 馬米才搶了我Rap的地位 剛剛一踏入2015年 已經很幸運 很幸運 參與了一部電影的演出 是什麼電影呢 遲些再告訴大家 到時在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一定會大肆宣揚 可以 在這一年裡面 其實寫了很多故事 構思了很多東西 也在密謀今年 可能拍到一部YouTube的電影 做一次電影的導演 希望你們到時會支持 好嗎 拍攝和音樂對我來說 其實佔了人生的全部 希望在這裡可以 再做多些好東西給大家看 2015年我會繼續努力 祝大家 穩步上揚 那 加我們的Facebook 加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加Tonic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加我的Band味的Facebook 和Facebook 加… 不要逼我 不要 你們這麼多人 他們那些 你不訂閱他們 快點 哈哈哈哈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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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到